第32題 在實驗過程中 宇哲除了看到沉澱逐漸深沉 同時也聞到一股刺激的氣味 關於這些現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上課時老師強調過 這個實驗流帶硫酸鈉加鹽酸 會產生黃色的硫沉澱 我們就是用這個沉澱來遮住實質 來檢查我們溫度 對於反應速率的影響 所以這一題會產生的是黃色硫沉澱 同時老師也講過 有人會烤 它會產生二氧化硫 而二氧化硫我們前面學過 它有刺激性的味道 有臭雞蛋的味道 所以它的刺激性的氣味 是來自二氧化硫 所以第32題問我們說 關於這些現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刺激性的氣味是二氧化硫